疫情之下的春节 我感觉大家都快习惯了 今年是从疫情开始以来的第三个春节 也是马克在中国连续的第二个春节了 今年我准备怎么过呢 去哪里刷呢 跟谁刷呢 跟去年和前年有哪一些不一样呢 还有现在目前的一个全球的疫情的情况 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几个问题 如果你第一次看到我的视频的话 那欢迎来看一下今天这一期 我的名字叫马克我在四川尘土 今天我已经放假了 已经休息了 所以现在准备出去 逛一下看一下春节的程度 看一下这边是个啥子情况 然后一边走一边给你们讲一下 刚才我给你说的这几个问题 如果说你们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 观众们没错 我是马克 今天我当个人又来了 今天成都这边的天气超级好 所以说马克出来赛一会儿步 今天的健身任务已经完成了 晚上去朋友家里面吃饭 然后现在就赛一会儿步喝个下午咖啡 非常完美 然后我刚刚在路上 路过这个我们家附近的新华公园 这边好舒服啊 然后我看到这边 今天的人超级多啊 你们看一下 哇今天新华公园好热闹哟 然后我发现这个新华公园现在越来越好了 里面的人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热闹了 然后好像在这个旁边就在马克家附近还在秀一个剧场 那也太好了吧 太方便了 那么今天的分享 咱们要回到两年前的时间 2020年的一月 这个时候 马克正好在意大利 我从成都这边飞到意大利 去跟我的父母堂见面 在他们一起玩几天 刚好我们在意大利那边玩的时候 中国这边第一波新冠肺炎疫情就开始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过年的时候 春节的时候 我们回到我们德国那边的家里面 本来我准备在那边带个一周到十天的时间 结果带到三月多了 所以说那个时候马克还在国外 然后中国这边的疫情情况控制的差不多了 马克就刚好3月26日会到中国这边 那个时候好开心啊 因为刚好我也听到了 我也知道了 中国这边已经不让任何的外国人回来 所以说那个时候马克运气真的非常好 那么去年的这个时候马克运气其实也过得非常好 非常开心 因为这个时候我就去了海南道 去了三亚玩了一个星期 在中国这边待了这么多年了 第一次去了三亚的时候 我感觉非常开心 而且那个时候全球的疫情非常严重 基本上所有的人都不能出门 不能去玩 不能去旅游 连买菜都不太行 然后那个时候我在想 哎呀 幸好来到中国这边 因为这边一切都非常正常 WOW HAPPY COOL YEAR 哈哈 五年快乐 好漂亮哦 这边 那么今年的这个情况又不太一样 虽然说中国这边还是控制的非常好 还是全世界第一 但是现在国内也有特别的多州和高风险地区 再加上马上郭吉田在北京那边冬奥运会就要开设了 所以说中国这边现在在防空疫情这个事情上面做的非常严格 非常严实 那么现在在国内这个基本的情况 基本上你如果是低风险地区的人 或者你在的这个地方是低风险 你还是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以自由的活动 但是当一个地方发现了精光肺炎感染者 或者被调整的为中风险地区 那这个地方就不能去了 所以说马铁今年也不得上出去 今年是我在中国生活六年的时间的第一个创建 没有出去 第一次在成都这边过 到成都市中心了 东大路 那么作为一个这么喜欢出去玩出去旅游的一个人来说 我现在是不是很难受呢 当然不能去一些新的地方 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看一些新的环境 认识一些新的人 我当然觉得非常不开心 但是其实我一点都不怕 我在成都这边会无聊 因为这个房价的这个星期 我已经安排得非常好的 我觉得还是会玩得非常开心 而且本来马铁也可以出去玩也可以去旅游 但是这次我是自己选择了 还是不出去 还是选择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和方案 而且我发现很多中国朋友们 现在跟我旅游的也一样 虽然说很多朋友们还是回家了 过年了 但是去旅游的话 基本上我的朋友圈里面 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出去 都留在他们家里面 或者在他们工作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马铁做了一个这样的选择和决定 我觉得是非常对的 非常好的 因为这样大家都方便 大家都很安全 而且在成都这边 有这么多好吃的好刷的地方 都不需要出去其实 但是我的朋友们 现在我想为一生你们 你们今年的春节 今年过年怎么过啊 你们有没有回老家呀 你们有没有出去刷 去旅游呢 请你们在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 啊 现在马铁来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这边是参渡 泰国里 我正在在这边稍微逛一会儿 然后喝个咖啡 然后看一下这边的春节的气氛 哇 漂亮 参渡泰国里 来咯 哇 这是Lucky一位 大家都回家了 跟家人们一起吃饭 一起过年了 但是泰国里这边 参渡泰国里 人还是超级多 哈哈 还是非常热闹 空里空里 然后这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 你们可以先猜一下 在评论里面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你们看出来了吗 这个是一个衣服品牌 新的一个店 凯业的一个装饰吧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老户的尾巴 哈哈哈 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 因为明年就是互联老户的一面 然后他们就在这儿凯业 弄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老户的尾巴 哇哦 餐桌的3D屏幕 餐桌两个 也在祝我们新年快乐 完食如鱼 好 那么今天Market 到底在餐桌这边过年 准备这么过呢 其实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 我还没有做一个很详细的计划 然后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基本上每年Market 都要做一个很好的安排 很好的计划 感觉每年压力都很大呀 但是今年感觉就没什么压力 非常轻松 我感觉这个村子Market会休息的 放松的 非常不错 可能就每天好好去运动 好好做饭 好好喝咖啡 然后出去系个自行车 去游泳 去找很多朋友们 因为很长时间都没有时间 跟他们玩了 可能在产都走遍 出去刷一下 然后我的一个德国朋友 你们上次你们也见过他 他也叫Market 他也要来产度 在这边过一会儿 那么当然还有去划冰啊 去划雪啊 各种各样的这种活动 其实我想了一下 挺好的 我已经安排得非常不错 所以说我觉得我肯定这个星期不会无聊的 但是我的朋友们我想问一下你们 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想法 Market在产度的这一个星期 可以去干什么 可以去哪里刷一下呢 如果有的话就评论里面 跟我说一下 谢谢咯 那么中国这边疫情之下的春节的情况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那么国外现在是个啥子情况呢 其实说实话在国外现在疫情还是这么严重 还是有非常多的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染者 但是其实说实话也差不多 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了 比较正常的生活了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人已经打了疫苗了 然后再加上这个新的变异 Omicron的变异 好像也没有那么危险 没有那么的严重 所以说现在失望率也降低了 因为这些原因在德国 在美国在很多西方国家 现在已经基本上也恢复正常了 现在到这边来喝一杯咖啡 拍两个咖啡 现在出来了 把咖啡喝完了 然后春节路这边人也非常多 超级热闹 那么我的朋友们 马给今天的这个分享也差不多结束了 但是结束之前还要说一个事情 一个事情就是 到底在中国这边过春节 还是在外国那边过春节 要稍微热闹一些呢 这个问题当然非常简单 肯定是在中国这边 刚才你们也看到了 好多人哪怕有疫情 哪怕要隔离 哪怕情况没有那么好 那还是非常非常的热闹 但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是 我最近看到发现越来越多的老外 越来越多的国家 西方国家 现在也开始过中国的春节了 这个就代表着 很多人已经开始接受中国的文化 然后很多人已经欢迎了这个中国的文化 而且中国在全世界内的这个重要性 也变得越来越大了 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希望有一天在我们德国那边 我们就会过中国的春节 过得跟中国这边差不多一样热闹 这样就好了 网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 Market去吃饭了 如果你们觉得今天的分享还不错 今天的视频节拍得还可以的话 希望你们可以帮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Market 然后当然我将邀请你们在下一期视频 再过来看一下Market要去哪一算 我可以帮你吧